文化部主導了南投縣草屯鎮九九峰生態藝術園區 上個月底開始正式營運 文化部長龍英台表示 未保有該園區的自然生態元素 未來將採取低密度開發營運的模式 姻緣張金奎表示 那麼後來拖到現在 已經12年地震到現在 什麼文化部 那天龍英台部長 帶了他的一些 什麼19個單位的員工來這裡 那說是要低度的 來發展九九峰 什麼叫做低度 這個就乾脆就擺那樣的商潮 就是低度了嘛 早期國家藝術村的構想 碰上九二一大地震的影響 而停滯多年 而後因地層與寧鄉的穩定狀況 才又重新開始計畫整修園區空間 玉岩表示 國家藝術文化村 是國家已經經過各單位 會合好了以後才做成決議的 怎麼可以輕而易舉就把它毀掉 這非常不應該 現在呢 這個土地被中央拿走 曾經找台中美術館的館長 他們來管理 也沒有做出一個所有人來 那麼後來拖到現在 已經十二年地震到現在 議員希望相關單位能夠重新思考及規劃 並重視地方集成民意 更要與當地的特色作為結合 達到推銷男腿的效果 盡了讓線內藝術家能夠脫穎而出 民意請問黃玉淮 草屯採訪報導 請問黃玉淮 草屯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